哈喽 哈喽大家好 爱要手上抓的东西重新买 咳咳咳咳 可乐混冰淇淋真的不是很好吃 哈喽大家好 今天的话呢 是我们的买买买不好意思 我又开始 这种神坐姿了 我今天穿的是拖鞋出门 因为我之前如果你们有关注我的instagram的话 我的脚踩上了一块非常大的玻璃 今天真的是雪流的气势如虹 好了今天这个主题呢 你看我这这么多东西的话 那就肯定是我最近买了什么 然后最近的话呢 工资发了 所以觉得好开心 我就开始可以有点稍微四五忌惮 然后就把我的工资机发很多化掉了 我们这种少的开始讲题 我们先说美妆方面的 我初期的这两个月左右 美妆方面的东西 买的比较克制 所以他先给我鼓个涨好吧 然后 好了 掌鼓完了 我们再来看第一样 我买了什么 就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盘 应该大家还是很知道的吧 就是 Too Faced Peach Palette 它这个盘的话 其实我一开始就非常想买 我一开始是看到 Zoella的视频 都已经差不多一年前了 还是半年前 反正很久之前 它的视频 出现过它画了一个粉红色的妆 它用的就是这一个 Palette 是这个Palette还是 它说过两次 它化妆那个是用的Flamingo Palette 然后它之前推 它说它的PO box里面 收到过一个这个Pitch Palette 但是呢 英国一直没有上 当时看它的视频 它说 应该是七月份上吧 然后 我就想说 啊 七月份可以买了 但是好像我从来没有抢到过 后来的话就没有了 然后 后来我在英国的那个 Too Faced的柜上面问 它就说已经没有这一款了 后来不是说又补了吗 美国 我看了广告 就YouTube上面都有广告 说它就重新补货 重新把这个Bring out了 但是呢 英国还是没有 我从十一月份就开始去问 到了吗 它说 暂时还没有 应该要再等多一个月 然后我十二月份去问 那东西到了吗 它说 哦没有哦 应该是一月哦 然后一月份就去问了两次 然后才买到了这个Palette 我觉得 我对它第一 的感觉 它的香味非常非常的好闻 真的你能闻到 桃子味 它的配色的话 也是一个非常桃子的一个 呃 配色 它这边会浓一点 然后这边会浅一点 总体上是个暖系的 所以我就很喜欢 像你看 其实你现在看我大多的时候 我都是用红色系的妆容 所以我就觉得 呃 我对这种粉红色系 红色系的东西 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那么接下来呢 第二次呢 我就去了Smashbox 这里我要吐槽一下英国 英国美妆新品上架的速度是 我很想给它一个中指 因为 基本上 最快最快都要比别人家慢一个多月 最快啊 最快的速度是比别人家慢一个月 那人家 其他海外其他地方都已经火完一圈了 英国才上 我就真的是我的fuck了 其实讲道理这两个颜色 如果 如果你不是那种超级直女 或者说超级美妆爱好者的话 这两个颜色你是完全看不出任何的区别的 特别是上嘴之后 就稍微我肉眼看就觉得它们很像 但是好歹是有区别的 一个暖一点 不是 一个深一点一个浅一点 但是实际上涂上嘴 我试的时候是上嘴唇涂了一个颜色 下嘴唇涂另外一个颜色 你完全看不出来 这比较浅一点的颜色 叫disorderly 就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颜色呢 就是disorderly的手臂上的试色 如果我今天嘴巴还有其他颜色 我就懒得试了 我们另外一个颜色呢 就是misconduct 那么这个就是misconduct 其实你稍微看一下的话 这个会稍微的偏紫色一点 然后这会稍微的土橘一点点 但是实际上上嘴它们两个的差别 微乎起味 基本上就是一个颜色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两个颜色的话 给你一个建议 你随便挑一个就好了 哪一个和你演员买哪个就好了 我就在mac买了两只口红 一只呢是因为掉了 我要把它买回来 我很喜欢它颜色 另外一只呢就是大家说的Ruby Woo 迷很迷 我们先来讲这Ruby Woo吧 这个颜色这么火 我觉得各位同学 应该也是不陌生了 就是一个稍微有点冷掉的一个红色 颜色的话跟我气场不合 然后那天我就说算了 我试一下吧 我觉得试一下也未必会真的很差 它这个的质地是Retro Matte 就是传说中干到天崩地裂的那个系列 那么这个的话呢 我当时我就觉得应该不适合我 然后我就自己去试了一下这个口红 迷之 迷之适合我 因为我之前是试过的 可能我来之前试的时候 我的皮肤是来英国之后 慢慢慢慢慢慢变白 就是变得比以前至少白了两个色号 至少 比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会至少白了两个色号 甚至三个色号 它就迷之能跟我对上掉了 然后我就说那我就买一只 我给它一个机会吧 那么买的另外一只呢是Persistence 就是我之前掉了的一只 我迷之能掉口红 而且每次掉的都是MAC家的口红 它们估计就是长了被掉的命吧 就这里的 这一只 土橘色 是不是土橘色 土色偏多 橘色偏少 它涂起来超显白 超好看 这个东西是我发现的 真的很好用的一个产品 因为你知道Retro Matte系列 特别特别干 所以你涂起来的话呢 会比较难上 特别是你嘴巴状态 不是特别好的时候 这个就是他们这个系列 Prime and Prime 就是那种妆前 或者说什么眼影前 什么就是眼影打底 唇部打底 美妆打底 都是这个系列的 它这个是唇部打底 就是嘴巴用的 Lip and Prime 我觉得不就是一个润唇膏吗 我一开始它说要给我用的时候 我其实有点拒绝 我内心是拒绝的 我说你走开 然后它就是不不不你试一下 它说Retro Matte很干 你上了这个 我好上一点 然后我就说行吧 给你个面子我试一下 它打开的话 它有点规感 就是它很滑 它这个东西就特别特别滑 你涂在手上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涂出来完全不是那种油腻腻的那种状态 因为你知道如果是Matte的唇膏的话 你涂了Lip Balm的话 它完全是很油腻 就涂出来完全不是霧面的状态 所以我就 就不是很开心嘛 然后 然后我涂了这个之后 真的Ruby Woo就是Retro Matte的 我在试Ruby Woo的时候 我一涂上去 很顺滑 颜色就完全上上去了 而且不容易掉 而且就是我嘴巴上的一些问题 也能盖得过去 我觉得它应该就是一个 Silicon Base的一个 固体妆前 我觉得如果你有很干的口红 未必是Mac家的 你都可以试着去买一个这个东西 因为我这个东西我是已经用过了的 所以我是可以跟你说 这个东西是好用的 那么这个的话呢 其实是一个 就是很红的那个粉红色的小羊皮的润唇膏 讲道理 我跟你们说 如果你不是为了它的外貌要去买的话 你就可以pass掉了 这个东西真的很干很不好用 我是买 本来是要买给朋友的 然后结果我自己买回 我买的时候没有仔细看 我买回来的时候 发现它那个羊皮上面被刮了一道 我觉得送人就 不能送这种有惨次的东西嘛 然后我也退不了了 所以我就直接就说 那算了我自己拿来用 我再给他买一个其他礼物去吧 然后 对 没有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它真的很干好吗 一点都不好用 就是 迪奥的那个 它也是个变色唇膏 然后迪奥的那个呢 好歹是润 它这个完全不润 它很干很干 就是你嘴巴你都涂不上去 我想说你这个润唇膏 你把高体搞得那么干 根本润不到我的唇 然后我就涂了一遍 我的嘴更干了 这是个什么 什么情况 但是它的颜值在这里 我就勉强原谅了你吧 那么接下来呢 一些也不算是美妆吧 因为生活方面的东西 就是潘海利根的产品 潘海利根我是 这个牌子我喜欢很久了 但是因为它们选择太多了 对我来说选择多 就等于没有选择 我完全不知道该送它 什么东西试起 那么最后我在结账的时候 我后来就买了 它们一个蜡烛 然后因为送人也是送了 送了几个那种熏香蜡烛嘛 然后我去买蜡烛的时候 刚刚它旁边放了一个 潘海利根的那个 全系列的那种小sample 它盒子的话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潘海利根的一个紫色的盒子 然后它里面的话呢 放了有二四六八十 放了十个香水小样 它具体是什么味道 我说实话我还真的不知道 就是 就是你可以每一个都稍微试用一下 看看你喜欢哪一个 这个比我 就是说买一大堆香水 要好的多吧 反正 反正我这个人香水太多了 我完全没有办法说 把我的香水全部用完 至少短期内是不可能全部用完的 虽然我用香水挺快的 那么这是一个东西 另外一个 潘海利根家买的呢 就是它们一个蜡烛 这个就是 近期最爱的蜡烛 我搬了新家之后 因为我的房间不是太通风 所以 房间里很容易积味道 我就在房间里面 就是买个蜡烛点价 那么这个就是 潘海利根 它那个味道叫做 Lily Valley 百合骨 非常清新 非常典雅 不会说很冲人 就很讨喜的一个味道 不会说令人讨厌的一种味道 我觉得房间里吃这种味道是 比较好的 嗯 这个是MAC的一个 颜音粉 我本来想买那个人女色 就是那种Rose的颜色 没有买到 然后我买了一个Copper Spock 给大家试一下这颜色 这颜色真的非常的美 就是我很喜欢那种古同色系 就是传说中的阿三色感的那种 颜色 我觉得特别美艳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我前世是个喝恒河水的人嘛 看一下 一看 这颜色美不美 超级美 就是稍微点在嘴巴上也够好看 好吧 我不想点在嘴巴上 很怕怕的 然后但是 真的很好看 这个就是 真的是很正宗的一个铜色 铜的美艳的不可一世 我觉得我涂上它 我就要成为全世界最美的女人了 YES 那么好 到了最后一个 真正意义上最后一个美妆类的产品 是一只阿玛尼的黑管唇用 我这色号是201 我本来看中两个颜色的 一个是302 一个是201 然后它跟我说302卖完了 就没有了 所以我就买了一只201 那么201的话 是一个这种 吐色调的 是不是 我 是不是我们发现我今年超级喜欢吐色调的东西 它的话呢 没有像红的唇用那么 那么雾面 我觉得 它是稍微亮一点的 它是这样子的颜色 比较有一带一种 棕橘调的 紫吐色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我的形容 但是你看看起来就是嘛 它是有棕资料的 但是它总体看起来是个比较紫的颜色 但是它又是一个涂色 那么这个颜色比较特别 我手上没有什么很相似的产品 所以我就说 那我就买一个试用一下 但是如果你们知道哪里有302卖 告诉我 因为我真的 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302的个颜色 PLEASE 如果你们知道哪里有的 可以告诉我一下 谢谢 虽然那个贵哥告诉我是全球断货 但是我从来不信贵哥贵姐的话的 OK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进入我Fashion方面 就是 Outfit Accessory方面 就是 打扮方面的一些 购入 那么第一个的话 我就先讲我手上这个 这个是我刚发工资 非常高兴去买的一个手桌 这个的话 牌子是这个 我其实从来没有买过他们家的东西 但是那个地方 它那个 嗯 这个叫什么D22吗 这个牌子 D22 然后 它这个手镯呢 上面就是 它是这种拉开 它会变大一点的那种手镯 它非常重 它唯一个缺点就是它非常重 而价格是属于比较合适 一百来磅的一个手镯 然后它上面就有这种捆绑的感觉 就是那种铁丝绕的那种铁围墙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它真的好好看 然后它只有一个size 所以如果你的手腕比较小的话 可能戴着不太好 我是属于手腕不算小的人 就我的骨头还是挺宽的 揪起肉来给你们看 我骨头还是属于挺宽的 所以戴这个还可以 如果你的骨头非常小的话 戴它会很奇怪 那么它的话 会有个很酷的感觉 就是我穿 我现在穿衣服 比较喜欢穿的 稍微帅气一点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 呃 如果戴太 Fanman的那种 首饰的话 会感觉怪怪的 就是感觉整体不协调 那么 我就会喜欢这些很酷很酷的首饰 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很好看 超级好看 超级好看 而且价格不贵 我下一个首饰呢 是一个非常勤色 非常五十度灰的一个 额 项链 我就不直接戴上去 我就这样子 拉上去给你们看 这个是我在ASOS买的 它是这样子 就一个超级 因为我今天已经戴了超级 我不晓得它 卸下来 它戴起来就是这样子的样子 那么这个 如果戴这条的话呢 我就喜欢把头发放下来 不然会觉得我没有脖子 因为它这个就本来比较宽 所以我就想说 搭配的时候要比较小心一点点 因为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吧 如果你完全把脖子盖住 会显得你这个人是没有脖子的 然后 所以我一般戴这个 我会穿比较低领的衣服 然后 会尽量的把头发披下来 然后 就不要让我看着那么那么的没有脖子 但是总体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项链 这是我在ASOS上面买的 超级便宜的 然后另外一个也是个Toker 但是这个会比较不一样 这是要靠你自己绑起来的 它就是 一条皮 然后有四条这种绳 我感觉很把自己绑得像火腿一样 它就可以直接 这样从背后绕回来 这样子 掉在这也行 或者说记一个也行 我比较不喜欢它记起来的样子 虽然它总体还是好看的 但是它记起来的时候能感觉 嗯 太不随性了 还是就是直接就搭下来这样子 就很好看了 这个也是我在ASOS上买的一条 超级 今年迷之喜欢超级 而且都喜欢那种 比较像50度更灰的那种风格的 出口 肯定就疯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把我今天买到的一些 其他装饰类的产品 给大家讲一下 然后第一个呢 是我在Fendi买的一个包袋 啊 好脱 我是在Fendi在看手表的 我觉得手表很好看 但是就是 紧先于看着很好看 戴在手上挺臭的 所以我就 没有买 本来打算走了 然后我就看到它对面 pick up上面挂着一条 非常好看的strap hue 就是它们那个可以自己拆卸的那种包袋 那么你也知道 就是Fendi家这几年做 做这种小皮件也做得挺成功的 然后我的这条背带的话 里面就是这种 叫做mosh green吧 一个湖蓝色 湖蓝湖绿 应该绿片都湖绿色 然后外面的话有这种 乐高积木 还有这种花花 然后它总体是个波浪型 它跟我说是说这个是刚从那个 runway上面下来的一个款式 那它背起来的话呢 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很swag 呵呵呵呵呵 然后它的话唯一一点 它经常有出这种花的背带 但为什么我看中这条 主要是它这花瓣呢 是塑料片做的 好吧 它应该会说是什么亚克力 但是OK 我们讲人话 它其实就是塑料 这种塑料片做的 还有一些金属 然后还有这些这种什么乐高积木这种东西 那么像它们单纯做花的呢 它们都是用皮做的花 然后看起来会有点怪怪的 就背久的话会怪怪的 它如果就是做的是这样种 呃呃 这个是什么 反正做的是这种塑料片的话 至少看起来没有那么 就是很扎你眼球 就会让你看着觉得over overwhelmed的那种感觉 那么 我觉得这条就刚刚好 我还想它价格很合理 而且我今天很开心 看到这刚到的货 虽然我好像 之前说过我不太信贵哥贵姐的话 但是 我就勉强相信它是刚到的货 OK 说到刚到的货 一会再说吧 下面一个 这不是刚到的货 这是一个比较老的货 我买了一个 Gucci的皮带 你不觉得它们这种新的袋子超级好看吗 我觉得这个袋子真的很适合我 就看着就很有我的风格 我再过去买一条皮带 但是不是它们比较经典 就是everyday wear的那一种 everyday wear的那一种皮带 我买的是一种 比较偏装饰性一点的一个皮带 这条皮带的话呢 它是比较浮夸的款式 所以说它并不是一个特别 就适合拿来everyday wear的 它是适合给你拿来搭衣服 它可以把衣服搭得非常好看 你有没有发现我放一个白色的盒子 这里可以给我脸打光 没有盒子 有盒子 哇 给脸打了光欸 这种fabric的那种很stretchy的那种腰带 然后我买的是八十的 好像 它们我不知道它们size怎么分 反正我买的是个八十的腰带 然后它正面是这个样子的 是个很大很大的 猫 老虎 狮子 不管了反正是个动物 就是这样子的一条 然后是它们比较经典的那种 红绿条纹 拿来搭衣服真的特别特别好看 第一它是这种有弹性的 然后第二它是可以自己调它的大小的 所以这样子我调的把它调大一点的话 就看着很松阔啊 不会把我的肉挤出来 而且这个腰带我超级喜欢 就是搭衣服非常能搭 就穿黑裤子啊 或者素色的衣服的时候 搭起来应该就是挺好看的 是不是特别棒 我也觉得特别棒 哈哈哈哈 不是这个产品 没有错 我又买了一个coaching来来的包 这个是店员告诉我买的 我是伦敦第一个买的 我就当了是吧 是他们的情人节特别馆 然后它这个包链跟这个包是很开卖的 但是他们就是摆出来的时候 是两个东西摆在一起的 我就定要看 我就两个一起买了 是个非常可爱的白色包包 然后它旁边这里的话 还有这样一圈一圈的波浪纹 然后它这个金属的话 是这种tiffany蓝的这一种金属吧 像我之前买的东西的话 就我之前买他们家包的话呢 一直都是 这里是那种银色镜面的那种金属 这个就很特别好玩 它一共出了三个颜色 但是这三个颜色里面也就只有这个颜色能看 而且好看的了 它背起来的话 就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它这个包包带好长了 所以我只能斜跨来背它 不然我平时就直接是这么拎了 我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它这个包 我觉得它这个包好好看 就他们家很久没有出过这么好看的配色了 它平时一些其他静电款的颜色 我觉得什么时候买都可以 就不需要说专门挑季节买 但是像这种过完一季就没有了的款式呢 我会比较常去看多两天 我这样子看完了之后 我喜欢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买下来 而且他们家包的价位就不会说特别贵 还是我可以承受的那种范围内 不像我今天就看了几个包 好吧 其实也是因为最近没什么钱 然后就看了也就只能看看 因为刚好也没有碰到哪一个 让我觉得愿意倾家荡产的 要去买的那种包 所以就算了 其实你们最近买的些什么东西啊 如果有意思的话 你可以觉得在下面告诉我 你最近买的一些 让你最开心的一些东西 是什么呢 那好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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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